几天的寒流冷风过境 仁爱乡的互助新生梅区梅花大爆发 犹如赏梅蜜镜 除了互助国小旁的彭家梅园 互助新生还有四大赏梅蜜镜 欢迎民众探访 另外南北港西温泉区 也欢迎大家赏梅之后前来泡汤 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 南投县仁爱乡互新东梅赏花季正式登场 入冬低温加上水汽足够 当地五大赏梅热区的梅花 平均已绽放六成多 白梅四雪迎接游客的到访 现在梅花开得正漂亮的时候 然后看起来每一朵花就是很绽放 然后感觉就是很健康 很漂亮很美丽的这样子 开得很好然后十七个 然后现在天气又好 现在的花大概开了四五成 欢迎的全国的我们的同胞们 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互助村 来互助村的赏梅蜜镜 来我们这边赏梅 随便买我们的那个浓豆产品 2018年来互新赏梅 东梅的一个赏花季正式开始 整个花季的时间是在元月六号到元月二十一日为止 在这个期间欢迎全国的好朋友共同来欣赏我们的东梅 那这次开花的一个情形非常的棒 那我想到目前为止已经开了六七成上 欢迎我们全国的好朋友们 喜欢赏花的好朋友们都一起来到我们来乡 互新赏梅区 南投仁爱乡互助新生地区梅树种植面积大约有六十公顷 梅树也大约都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 由于仁爱乡的梅子大多属于原生树种的梅树 所呈现的梅花质感与信义香不同 欢迎民众前来仁爱乡体验园民风情 同时也可以到南北港溪温泉区泡汤享受清闲 我们知道南投仙有这个仁爱乡 还有个信义香有这个种植梅花的一个地方 但我想这里跟信义香不同的就是它的原生种的果实 就是说它的气味比较浓厚 那么这个营业信义香它要制造这个食品 所以它的这个果实要比较大 所以它就有嫁接 所以有两个不同的 所以这个我们赏梅时机也可以到我们仁爱乡来赏花 然后也可以来到这边泡汤 南投县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 在互助新生东梅区举办为期十六天的赏花季 每逢周休假日都有多项的活动 欢迎民众前来参加体验原香文化 我们的整个部落在云月十三号 会在我们新生村梅眼部落的月梦田的一个梅区 有一个这个花夏品名的活动 那另外在一月十四号 也是在我们新生村梅眼部落 有这个赏梅见走活动 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网路上 能够来报名参加 共同来体验我们泰雅族跟我们赛德克姿梅 今年仁爱乡的梅花真的很争气 由于寒流刚过 梅区摆脱了失能的气候 梅花也渐渐绽放开来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欣赏到绽放的花朵 南投除了新意国姓赏梅之外 宇爱乡的互助新生都梅区 也是民众赏梅践行的最佳选择路线之一